今天的訊息是言說所有得罪我們的人 就是無論什麼形式的人 我們有任何對我們的傷害 在心裡面能夠完全放鬆 不讓我們影響 我們這裡有圖畫 有不同的人 大家都看到的字在這裡 第一就是曾經打過我們 鬧過我們的人 小時候受過的傷害 或者被人嘲笑 右手邊 然後中間的蜘蛛就是難相處 有些人你和他相處一旦就會被他刺傷 然後左下角就是發怒罵我們 或者是貶低我們 或者別人說我們閒話 有時候人背後說一些對我們的閒話 這些只是一些例子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一些某程度的傷害 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夠處理到 能不能夠心完全輕散 首先聖經有一句很簡單的經文 馬太福音六章十五節一起讀 你們不搖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搖恕你們的過範 這個經文是非常簡單 就是當我們不搖恕人的時候 天父都不搖恕 所以我們的心裡是確實 完全地處理我們所有的不搖恕 在心裡放手 因為他們不好是他們的問題 我們有錯我們認錯 但如果不是我們錯的時候 或者我們已經認錯了 他依然是生氣我們的仇 或者依然對我們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們不需要因為他而受影響的 而不搖恕有什麼過敗性呢 最嚴重的就是失去救恩 有些人說會不會不搖恕 失去救恩呢 因為聖經是說了 剛剛說這句話 不搖恕人的過範 天父也不搖恕 即是說真的可以失去救恩 那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有一個大家應該會聽過 非洲的宣教士 Ryan Hart Boinkie 先看看 鋪永康 是鋪永康 鋪永康曾經請過一個人分享 這個人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他曾經參加鋪永康的 不是他參加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死人 是他太太有信心他會得醫治 就把棺材抬來 其實我有這個影片 是英文版本 中文版本有些問題 中文版本 只是把中文的說話放在那裡 即是他本身是英文的 他的太太就有信心 他是會復活的 而這個人又打了防腐劑 很嚴重 打了防腐劑 然後他的太太依然有信心 將他的棺材抬來 抬來那些人就說 你不可以將棺材抬入聚會 就叫他抬到樓下 其實不是抬到樓下 就是抬到人落樓下 就放在他桌面那裡 然後他也有照片 拍了他 他的鼻子已經塞住了 即是已經塞住了 就穿了死人的衣服 在棺材那裡 在祈禱的時候 他居然開始呼吸 呼吸 那些人就不斷地 和他繼續祈禱 和他不斷按摩 然後他突然叫幾聲 就是跳起來 跳起來 後來他將他去到天堂 有去到地獄的情景 說出來 那這個內容我就不詳細說 只是說到他去到地獄 先說到天堂 他就說天堂 聽到有些唱歌聲 那麼他四人看 為什麼看不到有人呢 他首先去一個地方 就是很多人在這裡敬拜 然後去另一個地方 就是很多黃金屋 就是將來我們住的地方 那麼他在那裡就聽到 讚美的聲音 那麼他的心就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讚美的聲音呢 那麼他看來看來看不到人 然後那個天使就告訴他 是那些花在他讚美神 那麼他就去到天堂 然後天使就跟他說 現在我帶你去地獄了 跟著他一說完 就一聲去到地獄那裡 那麼就有地獄的門開了 那麼他就進去 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在那裡很痛苦 那麼也都包括是有基督徒 即是所謂基督徒 即是說基督徒 即是說基督徒 但其實是在罪中的 那麼也都有一位 那也都有一位 牧師呢 在教會裡偷錢 他就說 我願意拿一些錢出來 但是可以 求你 將我 是一定要拿出來 但是呢 是已經沒有機會的 那麼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天使就跟這個牧師 這個牧師 應該是牧師 他英文名是Daniel 那麼他的聖就比較長 就是非洲人的聖 來的 他是撞車死的 那麼那個天使就跟他說 如果今天你的生命策 是蓋起來 即是說 你今天離世 你的份就在這裏 即是你就要住在這裏 那麼他說 有沒有搞錯啊 我又傳本 我又信耶穌 那麼天使就說 你記不記得 你沒有遙恕你的太太 他因為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他太太在 之前幾天 在他撞車死之前 就蓋了 蓋了他一巴掌 那麼他就很生氣 他就不肯遙恕他 幾天呢 見到他太太 都很生氣很生氣 那麼然後呢 他有一天呢 就開車的時候 駕駛是完全不行 那麼 那麼跟著那車就撞車 跟著他就死了 那麼死了呢 他就天使就跟他說 你沒有遙恕你的太太 天父都不遙恕你 那麼他真是無言可達 那麼但是呢 神呢 就給他機會 給他翻轉了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的 那麼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這個是恩典來的 但是當一個人 他不肯遙恕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難阻神的工作 就是我們不是說 我們遙恕人 就叫我們得救 我們得救永遠是信靠耶穌 不是靠行為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 他是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尤其是當他不遙恕人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承受神的國 其實聖經裡面說了很多 淫亂、污衛、奸淫、分黨、跌黨、紛爭、疾度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在加勒太書第五章 當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小心 詩經是說 我們得救是靠信靠耶穌 但是一個人 他真信耶穌 他的生命就會被神去改變 如果他沒有被神改變的時候 就是他的信心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要以為 我信耶穌 我做什麼都不要緊 我求耶穌赦免 我就OK了 我就繼續生氣那個人 這樣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悔改 問題就是 他不是真的悔改 他依然讓那些罪留在那裡 這樣的時候 他的信心是有問題的 這一點 很重要的 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得救是恩信清言 但是聖經的真理 不只是恩信清言 聖經也有真理 就是信心無行為死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不搖書是可以失去救恩 是非常之嚴重的 還有呢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心中很苦毒 經常都很生氣人 還有很多傷害 還有靈命軟弱 人的素靈生命非常軟弱 還有跟人的關係不好 因為我們一生氣人的時候 自然就不想見那個人 不想見那個人就會有難阻 也都 有時候人就會怎樣呢 就會對很多人都覺得很排斥 這個人又不好 這個人又什麼不好 那個人又什麼不好 其實我們數的時候 一定有人的不好 有時候 有些人會說 你看那個人的態度不好 我當然不喜歡跟他聊天 的確是他的問題 是有個問題的 那麼 他的態度不好 跟著這個人就說 我不想跟他聊天 就是他自己的態度又不好 就是他態度好 我就對他好 他態度不好 我就不對他好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比較多聽到的 就是說 那個人 他的說話態度不好 他那些代仁哲民的態度不好 他對我不好 於是我就不喜歡跟他聊天 我的心裡面就很難聊天 那這個呢 就成為心中的傷害 和和人際問題 問題 就是有仇典當以後 最後一個呢 就是不能夠發揮生命 如果一個人 就算他得救 他有求耶穌赦免 他也曾經去嘗試去改 但是呢 他改的時候 依然他裡面 存留著一些不搖樹的時候 假設這個人得救的時候 他都不能夠發揮生命 什麼時候那個人得救 什麼時候不得救呢 其實我們人來說 有時候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他聖靈依然住在他裡面 他跟神依然有關係 他跟神有關係 他是跟從耶穌的 他是得救的 事實上 我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每個人上到天堂 都是百分之百搖樹的人呢 事實上不是的 不過起碼他是去嘗試去搖樹 其實 一會我們會看經文 一會我們都會看到 講到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搖樹 有時候發覺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一點的 好 那我們首先看這個經文 《馬蒂方十八章》二十四節開始 一起讀 就講到一個人 跟他的僕人算賬 才算的時候 有人帶領一個 協一支萬鈔子的來 因為他會有什麼償還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 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那僕人就虎虎拜他說 主啊歡容我 將來我都要還清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 把他釋放了 並請免了他的債 那僕人出來 遇見他的一個同伴 獻他十兩名子 便抽著他 潛著他的喉嚨說 你所所厭便不還我 他你的同伴就苦福 要求他說 歡容我八 將懷我必還清 他不肯 竟去把他下在監禮 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眾同伴 害免他所做的事 更憂愁 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於是主人叫了他,對他說 你這國無財,你僵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燃料 你不應當連出你的同伴 向我連出你蚊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營的 讓他還清了所欠的責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搖述你的鼻子 可天父也要寫贏你們 最後那句話我們再讀一次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搖述你的鼻子 我天父也要寫贏你們 這句話是一個很重要的警惕 是從心裡不只是口裡搖述 是從心底處而完全的搖述 即是說我們放手了 這個經文首先要讓我們看到 這個經文其實是講到神怎麼搖述我們 我們都怎樣搖述別人 這個經文讓我們看到的樣子 就是神的恩典的大 因為這個人根本欠的一千萬兩銀子 他不可能常還清的 耶穌用這個比喻的時候 是特別強調的 就是我們欠的債實在很多 我們犯的罪實在很多 好像一千萬兩銀子 根本是不可能還得清的 就算他的工作十世他都還了 這個人 但是當然我們人沒有十世 我就是說假設一個人 十世的時候他十世都還清的 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求主人的時候 他的主人就動了慈心 這個就是講到我們的神 是一個搖述的神 是一個八八搖述的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欠他很多 因為我們其實每天都會有犯罪 就算我們做好事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些什麼呢 都會有時匆忙 有時就算他幫助人也好 有時會匆忙、緊張、急 沒有平安、喜樂 這個都不將典神的榮耀 或者心裏面不耐煩這個人 幫人幫你都不聽話 或者有看小他 覺得他做不到 其實我們就算做好事 我們都一樣會有犯罪 或者是祈禱 都會在心裏面 就會覺得神會不會聽我祈禱 不知道會不會成就 我們心裏面都會有這種疑惑 但是我們的神 當我們悔悟的時候 他真的射念一切的罪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是這樣的 我用一個比喻說 如果有人跟你說 你來我家裡 你一定要很小心 你千萬不要撞爛這個花瓶 告訴你 然後你就在家裡 在那裡 亂跑亂撞 那個人都提醒你 請你小心 因為這個花瓶很名貴 然後你就撞爛它的花瓶 很自然的會生氣 你再看到他 你就會說 不知道他還生氣不生氣 我們心裏會這樣害怕 好了 犯了一次 然後他說 我又再買我花瓶 這次麻煩你 不要撞爛 你又撞爛 第二次又撞爛 你上次撞爛 你上次撞爛 今次又撞爛我花瓶 你覺得那個人 會不會真的饒恕你 在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人 是真的 你一次又一次 然後他又再買我一身 又再撞爛 如此十次 或者一百次 你撞爛花瓶的時候 在這個世界上 是很難找到人 他真的會嚴恕你 容許你再去他家裡 在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什麼人是這樣 事實上 很多人 以往的問題 是卡住的 很多人都說 我家人有這種問題 很難搞 心裏面有一種怨氣 很難相處 一方面 就是那個不搖鼠 另一方面 就是這個人 心裏面 亦都有一種 對他 就是對對方 那個生氣的 有種 一種負面的感覺 他經常都生氣我 我對他好都沒用 我都是不理他 我不想見到他 在街上見到他的時候 過馬路 沒有見到他 在對面走 當是看不到 就是人呢 有時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的天父 他射面罪 是非常完全的 我認為好像拍燈制 如果我除非燈制 又壞了 如果燈制沒有壞 你一開 一按鍵一定會開燈 是不會說 一次按的時候 那張燈想想 我今天開不開燈給你呢 他不會想的 他一定會開給你的 同樣我們的神 也一樣的 你真心悔改 求他射面 他不會想想 今次我射不射面你 他一定射面 這就是我們的神的恩怨 所以來到神面前 是不需要擔心 但是很多人對神 就不是這樣想 他用人去量度 他就說 我犯了這麼多罪 我這麼遠以後 神都不會射面我 很多人有這種的 這種的想法 但是聖經是告訴我們 是一定射面 好像說到這裏 一千萬兩銀子 是很嚴重 很重要的 這樣的時候 依然 主人 一樣是射面 所有欠的債 這就是神的特色 神的特色 就是他寬容人 他射面人 他饒舌人 他放手 當神放手的時候 神很想天國 都是一個放手的天皇 當基督徒中間有一種怨恨的時候 在教會裏面就會怨恨 其實很多人跟我聊過 都說出他裏面有一種怨恨 有時就說 那個人怎樣對我 他曾經怎樣跟我說話 他怎樣態度 他怎樣驕傲 他怎樣不好 所以我不想再採他 或者我勸勸他 有時我叫他兩個一起 我去輔導 但是很多人是非常困難去處理到 我發覺人的問題 最難處理是人的問題 同人的問題 同人的問題 同人之間的問題 就很容易受人的影響 而另一方面 有時有些人很想放手 但是放不了手 我會說一下 想放手而放不了手 那怎麼辦呢 這個人呢 他就 嘩 那個主人真的免佣他一千萬錢 哇 很重要 那他應該很開心 應該就 嘩 這個主人真的好 我真的要好著這個主人 這個就是神上我們的心意 另外一個人欠他十兩銀子 十兩銀子和一千萬銀子 配數是多少 配數是一百萬 一千萬就是一百萬 一百萬倍 但是他居然不肯寬容他 就將他捉去坐牢 當那些人聽見的時候 心就很憂愁 就告訴他主人 然後他就說 第三十三節 一起再讀一下 你一不應當連率你的同伴 就是我連率你嗎 主人就大路把他交給掌營的 等他還千秒爽念的債 你們各人 若不從心裡搖說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子又代你 就是說 神這樣搖說我們 我們不應該去搖說人嗎 就是神這樣對我們這麼好 就是當我們想神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啊你射了我這麼多罪 還有當我們每一個人 想一下我們所犯過的罪 我們心裡每天都有 怨恨啊 浮面思想啊 這些思想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其實我們積聚是很多的罪 就算高度處理生命 其實我是 盡量高度處理生命 但是依然會有這些意念出現的 有時 就是我一留意到 我一秒鐘就會停止 即是立刻處理 譬如有時心裡 對爆一個人 有一種負面的想法 我立刻就處理 但有時沒有留意 都會那個東西留下 可能長一點的時間在心裡 但我都盡快 但都依然發現 人有罪性 依然會有罪的意念出現 所以我們第一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罪 我們都不是 我們不是完美的人 我們都是有罪的人 我們需要耶穌不斷射滅我們 我們得罪神的次數是很多的 因為每天都有得罪神 一年365天 如果一天得罪神十次 其實很多人都不止 那就是3650次 如果再倍數的時候 次數是非常多的 事實上我們一天得罪神 是不止十次的 神都射滅我們 以一個人得罪我們 會有多少次呢 是不會很多很多次 即是次數肯定不及冤 我們得罪神的 所以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神啊 既然我有這麼多的罪 神都射滅我們 就不要再生人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動力 兩個動力 一個就是神這麼愛我 第二就是 我自己都犯了很多罪 神都射滅我 我為什麼要去生人呢 現在另一個就是 神給我的生命這麼好 我為什麼要浪費我的生命呢 好 還有呢 當人不好的時候 我們幸災樂樂 幸災樂樂 就是說 我們生氣他嘛 而他有些不好事 事情發生 有時候我們會歡喜 聖經就警告我們了 周然24章17節一起讀 你仇直跌倒 你不要歡喜 他驚倒 你心不要快樂 恐嚇野華安 現場的體驗 將老闆從仇敵身上轉過 就是呢 當你不喜歡一個人 而他結果受罰了 那你的心就很歡喜了 哇 應焚的了 應當受罰的了 這樣的時候呢 他說你不要歡喜了 恐怕 譬如說看見就不歡喜的時候 將那個老闆從仇敵身上 他是做錯的 不過跟著我們又做錯的時候呢 轉到我們身上的時候呢 就很嚴重了 所以呢 在心裏面稍為 見到一些不好的人 受報應的時候呢 我們的心都不要歡喜 有個連率的心 他受報應是應當的 不過我都連率他 有時候連率 因為我都會講到 怎樣連率那些犯罪的人 好了 這裡講到兩個例子 這個就是大衛怎樣嚴恕掃羅的 三會議記上二十四章三節 一起讀一下 到了老闆的人圈 在那裡有道 掃羅盡去大解 大衛和跟隨那些人 正常在動你的心處 跟隨那些人對大衛說 以後我把曾經去理說 我要將你的仇敵 搞在你手裡 你可以任意台派 如今時候到了 大衛就起來 肖肖地割下 掃羅外部的依靠 然後就六節了 掃羅說 可言大衛 這是你的聲音 就放聲大哭 對大衛說 你給我公言 因為你已善待我 我卻已酷害你 你今日已明示已善待我 因為又說 將我交在你手裡 你卻沒有殺我 對大衛說 這次是說到大衛如何延恕 蘇羅 這次還有第二次 其實之前 神已經警告過一次 那次是甚麼警告呢 那經文報告 打出來 就是在薩摩爾記上十九章 十九章說到甚麼呢 就是蘇羅聽到大衛在哪裡 在這裏 在拉馬那裏 那裏 他就叫牧人去抓他 那他去拿藥 去到拉馬的拿藥 那他去到的時候 那個牧人 去到的時候 就受感說話 就是受聖靈感動 那就回到頭 然後第二個 他又是一樣 因為有整班師師 一直整天受感說話 所以大衛就受他的影響 所以後期他就 就建立這個大衛的帳幕 在那裏時時有敬拜 那這班薩摩爾的門徒 也都是不斷的敬拜 那第二個牧人 他又是回頭 又受感說話 第三個又是一樣 那跟著蘇羅 我自己要去抓他 但怎知道他在走著 又受這麽說話 那這一次已經是神警告他 你想殺大衛 你殺不了的 那他就 跟著他就 去到遊戲 那一次被他看得到 他想殺大衛 是殺不了的 神會 想殺大衛的時候 就受感說話 結果就 就躺在那裏 走一夜 好了 這是第二次 第二次 其實他都很強的反應過 但他還有第三次 這次就是他 大衛跟隨的人 剛剛就躲在山洞 他又不知道 他進去大面 又在大面的時候 跟隨大衛的人 哇 現在神把他加在你的手中 你可以殺他 但是大衛說 他是神的受督者 我不可以殺他的 那只是割了他的 衣襯的外袍 一個角出來 那你想想 其實都很近 而且 隨時可以下手 隨時可以下手 就是因為 你割那件衣服的外袍 都很容易會 動一動的 他都會知道 是不是 然後 跟著他出來 他出來之後 大衛就跟他講話 就給他看 你看看 那件衣服 跟你割了一塊出來 大衛的反應都很強 他說 我一言大衛 這是你的聲音 就放聲大哭 為何會哭呢 是的 竟然不殺我 他的心裡面 覺得很感動 他自己覺得內疚 就是 我自己做錯了 其實當時來講 聖靈感動他 所以他會大哭 跟著他又會承認 這個都是聖靈感動他的 這個就是聖靈感動 你給我公義 因為你以善待 我卻已抹來你 他自己懂得說 你今天顯明是以善待 我因為 爺華將我交在你手裡 卻沒有殺我 這個就是 神感動他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跟神的關係 當我們 神會提醒我們的 會感動我們的 你還在生氣 那一個人 我們就幫我們真心 在神面前悔改 並且真心 經常祝福他 一想到他就祝福他 不要想到他 就說 如果他有一天 有些什麼病 他就真是神會罰一下他 他這麼不好這個人 有時候我們會想起 這些不好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神起業的 好了 接著到二十六章 第二次 我們一起讀一下 於是大衛和阿比西 夜間告了百姓那女 他說 誰在寵城裡 他的槍在頭旁 拆在地上 阿里爾和百姓碎在他周圍 阿比西對大衛說 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 靠你用我拿槍將他刺透在地上 一一次就成 不用再刺 大衛對阿比西說 不可害死他 有誰伸手害贏華 受高者而無罪呢 然後二十一節 蘇羅說 我有罪了 我疑大衛 你可以回來 因你今日看我的生命為寶貴 我必不再加害於你 我是門號人 大大錯了 這個第二次 蘇羅又是這樣承認 這一次就是 他在這個形那裏 其實那些軍人在他周圍 但是 大衛和阿比西 分口地去到那裏 其實他個個都睡了 沒有人看守 結果他走到去 將他的那些茅槍和水壺 拿走了 然後他又去到遠處 就大聲喊 跟蘇羅說 就說 他首先跟壓里爾說 就跟元帥說 他說 你沒有看守 耶和華的受高者 然後蘇羅聽到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認得是他 然後他也承認 在二十一節 當時阿比西就叫大衛 你要殺他 但大衛說 我不可以殺耶和華的受高者 即是哪一個殺耶和華的受高者 一定是有罪的 從二十一節 勒蘇羅就說 我有罪 我疑大衛 你可以回來 因為你今天看我的聖命 不是寶貴 他請他回來 不過大衛始終沒有回去 因為他知道他反覆 人和神的關係有限制 他會反覆 所以當時 雖然他是 嘩 你可以回來 但其實他回來 是不斷的 我不會再害你了 我是胡同人 大大錯 他是知錯 但是他又再犯錯 他又要招鬼 所以他的生命 是很多問題 一次再一次的犯錯 其實基督徒都會 在裡面有罪的意念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真心的憎恨罪 以致會醒覺 以致會有罪的意念 會去回應 真是回應神的 好了 我們現在去思想一下 我們看一些經文 為何這麼難言說人呢 請大家看著這個論文 第一 就是我們不接受人的罪性 很多時候覺得 人沒理由這麼差的 有沒有搞錯 他是基督徒 有些人不信耶穌 不信耶穌又覺得 沒有可能的 為何我家人會這麼差呢 是不接受到的 或者他是基督徒 沒有可能的 甚至是傳導人 沒有可能的 但是人就是罪人 就算基督徒 就算傳導人都會犯錯 有時候都會急 都會猛 也都不是每個人 處理生命的 所以我們第一 就說人犯錯 是期望的 是會犯錯的 人是會犯錯的 就不會當作一回事 第二個原因就是 那些世界不應該有恐怖的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你見到就是有槍殺亂 有人來悼念 他一直寫了什麼呢 知道嗎 Why Fashimak Why 又問號 為甚麼 因為他們經常 到這件事發生 他們說為甚麼神 為甚麼發生這些事 人就會埋怨神 就是 他覺得 有痛苦是神 沒有理由世界有痛苦 就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人的罪 所以有痛苦 其實人類就是 有罪 就有痛苦 我們接受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的心 就不會見到 有痛苦 覺得很大件事 其實痛苦是必然的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看得那麼大件事 第三 對人有不實際的要求 我們都認識 有些人經常罵人 但是我們期望 他下次不要罵 如果他是罵人的 他以後都會罵人 除非他給耶穌更新 他更新了 他都會罵 他需要時間去處理 就是說 如果我們實際的要求 就是說 人的而正確會有罪 不要期望他會改變 如果他改變是神跡 那我們盡量幫他改變 但是我們越生氣他 越改變不了 第二 接著 就難對傷害放手了 他傷害了我 他罵我 他挖我 哇 這麼大件事 就覺得很嚴重 但是其實 人家傷害我 是他的問題 人有罪 自然就會傷害我們 其實傷害了有什麼事呢 譬如說 以前 他打過你罵我們 打完 痛苦都沒有了 或者曾經有人羞辱我們 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但是已經成為過去了 過去的時候 為什麼要觸實呢 我們就說 以前發生的就算了 因為我們觸實這件事 反而受害過自己 還有 只看人欠自己 就不看自己欠神 還欠人有多少 他這樣對我 他這樣對我 他這樣對我不好 我對他好 他也對我不好 有很多人就會觸實這件事 我曾經幫過他 但是他居然出賣我 他居然在人面前說我 只是說他欠我 就沒有想到 我們自己欠神有多少 還有欠人有多少 還有人有時候有報復心 就是我要做回他身上 我要找機會 其實中文的電影 都有很多是講報仇的 現在好像少了些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電影 所以現在不知道 以前那些 石堅那些故事 那些武俠片 經常都為父報仇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為父報仇 怎樣要去報仇 那這個心態呢 就影響了中國人 就覺得呢 他做得初一 我就要做十五 他有些什麼對我不住的 我就一定要報仇 我要找方法去報仇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社會的一個問題 都很多人在心裡面 有一種這樣的怨恨 就是為什麼會難搖恕人呢 好了 那不同程度的不搖恕 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不搖恕最嚴重的 就是恨他 仇恨他 仇恨他 仇作他 那第二呢 有些不仇作 不過不想見他了 他可能開始搖恕 不過我不想見到他了 然後下一種呢 就是 都可以見 不過見到他就不喜歡的 不舒服的 然後呢 下一個呢 就是想到他都有點不服氣 有誤懼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對我呢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 這個呢 已經是搖恕 嘗試搖恕的 不過呢 想到他的長處 就會妒忌 就會生氣 就不能夠為他歡喜 譬如說 這個人曾經傷害我 我們的 他現在呢 哇 牧師很重用他 在教會呢 他有個高的地位 那他就不服氣了 他之前這樣對我 居然牧師這樣使用他 哇 不行啊 或者他有什麼長處 他真的好啊 他真的有改變 我們不能夠喜悅他 那這個呢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 說 搖恕滾蛋 他當好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開心 就是已經不是搖恕的 就只幫我們去審查我們的心 那就是說 如果 到回頭 就是我們能夠為他的事而起源 並且呢 是服氣的 放手的 不要緊要的 好了 我用一個比喻 如果一個傻佬罵我們 說你是傻佬的 你會不會放在心上呢 所以呢 搖恕傻佬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他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們就比較容易能夠搖恕他 但是呢 普通人我們是難搖恕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世人都犯了罪 羅華書三章二十三節一起讀一下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因為世人都是有罪 而罪人是會傷害人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罪人傷害人 我們就不覺得那麼出奇 但是很多人就說 神經病罵人應該 但是罪人 這個人 就是我們沒有想到他是罪人 我家人 他罵我 我家人不理我 我家人不理我 教會的人 少了些人不喜歡我 他們不打了我 問候我 這個很多時候我都聽到的 他們不問候我 我離開這麼久 他們都不問候我 但是他又沒有問候人呢 其實這個是互動的 也很多人的確 這個是事實的 很多人去教會 於是我們的心呢 就接受 正如接受 我用一個比喻 當這個是一個 當這個是一個 神經病 我們可以搖說 他有一個罪人 我們能不能夠說 罪人就是這樣 罪人就是會傷害人的 於是我就不當了一回事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介意了 就算他做些什麼 我們就不放在心上了 還有呢 分辨到 一起讀一下 人的負面和傷害性 都是魔鬼使用火箭 就是 這個是魔鬼的 火箭魔鬼的攻擊 來的 我不用上當的 上當是怎樣的 我生氣就上當了 他 射火箭過來 我不用受落 我不要讓他射中 那你說 如果火箭怎麼可以避開呢 因為人講的事實上是火箭 火箭你真是很難避 但是人說一句話 他說你傻的 那你心就說 他說傻的 我會變成傻的 所以由他去說 就由他去說 你小心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這件事呢 是很難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服氣 還有我們覺得 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就是上當的原因 不要說沒有理由 是有理由 有什麼理由呢 剛剛說的 罪人 就是罪人 接受人就是罪人 就會傷害人的 還有跟人的負面說話 說清界線 他說的話 那個人就不會說清界線 他說的話 你傻的 你傻的 你笨的 或者笑你 無緣無故笑你 不用介意的 是人的問題 同時祝福他 說這件事是難的 祝福他 不介意 有什麼所謂 因為我們的生命寶貴 所以我們不需要上影響 人的負面說話 留在空氣 只是一秒幾秒而已 你就由得他 我們選擇 不管他 他罵完你 就由他 譬如我問你一個問題 有時候 那些床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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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妝 打妝 那些 鑽地 鑽地機 很吵 很吵的時候 你盡量把他關掉 耳朵 盡量不管他 接著一關 很開心 認識了 很開心 那天說完了 很開心 說完了 消失 他會消失的 那當然有些人比較難頂的 就是他 因為他繼續罵你 一直繼續罵你 但是我們就繼續說 接受 這個是他的罪性 不是我的問題 那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個個都是有神的恩典 我們個個都有神寶貴的計劃 我們不值得因為人的緣故 而失去這個恩典 大家看這個圖吧 由上角這個人 哇 發脾氣 電話在罵你 下面都好像一個傻佬 瘋子 那樣生氣你 那很多人就怎樣 好像左手邊的人 就被他打倒了 就會受傷害 但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為什麼 我會這麼有動力 去祝福人 永遠都不放手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神 怎樣使用我們的生命 怎樣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那譬如我剛剛 我昨晚就和一個人 在英國用電話 我叫職寶 那這個人就是 在Youtube變了我 但是他因為認識我 他沒有問 他有跟我說過 但是他沒有問清我的時間 他就已經買了飛機票 回來 他說他原來回到香港 他是沒有什麼家人要見的 他主要是見我的 是用了萬多元的港幣 因為在暑假回來 那為什麼要回來 因為他有邪靈要釋放 那他就很辛苦 那他其實只是在影片上見我的 那他就決定買飛機票 就飛回來的了 那我想說的就是 神可以這樣使用我 那我昨晚立刻和他聊天 幫助他清楚得救 他說我不清楚得救 然後我問他 有沒有真心悔悔 說有 那我就說 即是得救 那你有沒有繼續親近神 有啊 有沒有跟從神 有啊 不過他說覺得很難搞 我幫他清楚得救 然後我就 教他處理生命 相信神愛你的 神愛你的 神愛你的 魔鬼已經被踩踏 耶穌得性的 你放鬆他人 我幫你趕齊靈放鬆 你相信神愛你放鬆 放鬆 推他出來 輕鬆 那他跟他祈禱的時候 他說 哇 祈禱呢 那些寒氣 在他腳那裡一上來 整個身體寒氣出來 我叫他斷絕了所有他拜過的偶像 奉耶穌命斷絕 原因他是這樣的 他曾經在三歲的時候 有一個交通意外 跟著開始他就見到 有鬼 跟著他 那他就說他一路小 一路長大 都是見到邪靈的 那這件事是我發現的 就是有很多人在臨死的時候 因為邪不想來拿他的靈魂 還有當人在軟弱的時候 他是邪靈更加容易攻擊他的 那他就在那時候開始 就開始有邪靈 並且他以前就拜過不同的偶像 那他就動了 他就說 跟著我跟他祈禱 開始覺得熱了 他就說很熱了 現在 跟著他就覺得很緊 他就說他的頸 好像捏著那樣 我說你放鬆 相信耶穌得聖的 和耶穌命 邪靈離開 我又叫他呼叫 啊 來了人 又鬆了 跟著他就說頭就呼住了 好像 金剛 是 金剛 撲著頭 你又相信耶穌得聖的 放鬆 放鬆 然後吹他出來 奉耶穌命 吹他出來 我叫奉耶穌命 吹他出來 不是這樣吹 是相信耶穌得聖 魔鬼是無權的 奉耶穌命 吹他出來 然後呢 又鬆了 然後腳又呼了 腳又臂了 總之全身不同的地方 我又叫他自己抹油了 拿油來自己抹 奉耶穌命 奉聖父聖之聖靈的命 高握自己 自己畫十字架 在自己身上 相信耶穌得聖的 然後呢 他就鬆了很多 我只是用幾個字的時間 因為我跟著有很多事情做 所以我呢 由壽善 我下次再經過 再來個土 但是他已經好很多 那我說 你以後要這樣做 你就會釋放了 還未回來 還未回來 還未回來已經釋放了 不過回來可以更加避心充滿 他說呢 跟著到後來有時候 他覺得怎樣 整個人飄到 好像要飛出來 那樣 已經很輕鬆 整個人鬆散 我們看得到 我們真的可以帶著神的能力 祝福人 你也可以像我那樣 在Youtube 其實我的影片很多人看 尤其是那些廣邪靈 所以廣邪靈 特別要攝錄的 就算那些人不肯 即是說我怕人認得我 我就弄夢他 還有可以轉聲的 那你就試一下 首先你呢 就去 多些為人祈禱 跟著呢 多些為人祈禱 跟著呢 你就去 將那些影片放在網上 當你放在網上的時候 你就慢慢發覺 當我們去操練習慣的時候 因為我做過很多次 所以我鼓勵大家有機會跟我們演書 其實我有些是星期六 有些是星期日 有星期三晚的 下午我開始去的 其實如果你願意抽時間去的時候 還有有時候我在香港的 你可以加入一個群組 如果你想參與這些 你可以加入一個群組 那你做慣的時候 你就是好似家常見飯 家常見飯不是好似說 隨意喔 我們真的好像吃飯一樣 也要吃的 但是呢 我們有個認真的心 趕邪靈是要認真的 但是呢 是好像每天都可能發生的 這樣的時候呢 神就會使用 其實我這段時間 都有好幾個人 是趕邪靈的 有一個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醫治 生命更新 不過趕邪靈呢 這陣子好像特別多 有一個呢 就是非常嚴重 跟他趕邪靈的時候 他裡面的邪靈 是直接說話的 他說我不會走的了 還有呢 他試過一次呢 他是怎樣呢 是 他說我不會懂普通話 但是他裡面的邪靈 會講普通話 他是裡面講的 他說他形容 當我們奉耶穌靈 跟他講邪靈的時候 他不能說一聲 其實他裡面的心裡 就想說一聲 但是出不了 就好像裡面坐牢 在一個牢楼 又好像在一個光靈屋裡面 困住了 他出不了來 然後我就說 你放鬆 相信耶穌得勝 那又慢慢呢 他又醒了一點 又會好一點 又會好一點 開頭的情況是這樣的 後來他完全鬆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見證 就是我們可以靠著神的德性 我希望大家對神的說話 對神的同在 神的工作更加鶴慕 就是我們救保衛的時候 值不值得因為那些人呢 失去這個救恩 失去神的恩典 曾經有人上過天堂 他就見到魔鬼呢 很小的 很小的 我當這個 說不記得 很小的 即是說 在 神的眼中 魔鬼小小顆而已 他越縮越小 他就算很大聲說話 其實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很多人說的說話 很大聲也好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我們不放在心上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的心情很寶貴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那時候呢 他說什麼說話 我們接受了他就是這樣 我們明白 就是有些人他是這樣的 我們就接受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把負面的倒出來 就是所有不好的東西 全部倒出來 所有的垃圾 所有對人不好的東西 全部倒出來 任何負面的東西 都不值得維持的 所有不好的東西都不值得維持的 還有呢 傷害我們的人 也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我們連續 在這裡看到很多法劍 即是那些人 為何會這麼生氣呢 他是被人傷了很多 他自己都傷自己 他也都不懂管理生命 所以傷害人的人 他裡面是有很多的傷痕 以至他就會這樣傷害人 他跟人相處發覺有困難 所以他就用強硬的方法 他會罵人的方法 因為他發覺跟人聊天 他覺得不行 其實這個是懼怕 他覺得不行的時候 結果他就沒有處理了 這樣的時候 所以他們變成這樣 所以 凡是一個人 說話那麼容易怒吵 是因為他受到很多傷害 變成這樣 那我們就連續他了 還有也有很多傷害的人 其實他很想要人聊天 不過他不敢出聲 他不好意思 這句圖 這個 這個 這些是口語化的英文 Please forgive me 請你 麻煩你 嚴恕我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 他覺得被拒絕 覺得很傷心 但他 他用的方法保護自己 就是發生氣 很奇怪 他想人唱會 但他用的方法 是發生氣 因為他發生氣 好像自己佔上風 這就是人有一種 反彈作用 即是他本來有想人對好 但是他用一個反彈的方法去生氣人 其實這些人是很需要別人的言書 很需要我們對他好 當我們對他好的時候是會影響他的 好了 遙書傷害我們人 我們一起讀一讀是怎樣去做法的 第一 想到我們得罪神次數極多 想到神赦罪的大恩 就是我們得罪神很多 還有神赦免真的很大 很大一年又永生 而且賜給我們這個能力去祝福人 我這師父所講的行神跡 醫病 管鬼人 你相信不相信你可以做嗎 相信 有沒有做到 少 我希望大家真是放心去做 我真的經常都有 那時候師父跟我一起服侍時 他經常都帶領人來 我經常有祈禱得意志 經常有廣邪令 然後帶領人信人數 你們都可以的 然後第二 一起讀 看出傷害我們的人 他們都受了很多傷害 其實他們都是很慘的 你首先多位提到 其實他們都很慘 看出他們 你的心就鬆了 第三 我們若放開傷害 傷害也獲得意志 有很多人 傷害呢 當這是傷害 捉實 他這樣對我 他這樣對我說話 我會觸實 但其實放手 不要緊的 不能死的 而且你越放手就越輕鬆 你想輕鬆還是想哭著呢 輕鬆 那你就放手 不要緊的 他罵過你又怎樣呢 那時候罵過 那時候打過又怎樣呢 那時候就要搶了很多錢 那又怎樣呢 你現在也有錢了 你現在也有飯吃了 以前損失了 其實不用繼續損失的 好了 第四 不如說人自己就受苦了 自己辛苦的 自己不開心的 第五 不如說人不防神聖言 這個更嚴重的 那是很恐怖的 那接著呢 第六 就是怎樣呢 真心祝福對方 真心 他好呢 更加好 其實有些人敵黨我 我就說神 你按照他們的方法 可能那些人未接受 四年充滿 他們自己復興更生 愛主 將來一天在神面前 神喜宴去 已經很好了 他不在 如果可以四年充滿 如果不可以 不要緊 他不接受 他就是他做 他可以做的事 那我都是這樣 為這些人祈禱的 神啊 祝福他們 幫助他們 在神面前 會悔改 會跟蹤耶穌 那德性無辜 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 第一 是留意 你留意到 咦我被人影響 我生氣 我生氣 第二 破壞性 會破壞我和神的關係 破壞我的生命 破壞和人的關係 第三 聖經處理 就是聖經說 祝福人更加好的 施比仇更為有福 我生命可以發揮 我生命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第四 親近神 就是親近神有力量 第五 持續選擇 就是選擇順服 不斷 不斷 當有些人 我們仍在生氣 或者不喜歡 每天祝福他 每天祝福他 每天想想他的傷害 每天祝福他 那你自慢 你就無所謂 有什麼所謂 其實他比我更慘 如果那個人 整個罪中 他真是小小的 在神眼中小小的 其實他比你更慘 不過他的聲音很大 聲音大 其實他比我們更慘 那我們心裡 祝福他 我們就不受影響了 好 幾種程度的 嚴舌 第一種 一起動一下 口中雪 嚴舌 第一種 有的人做第一種 不代表他接着做第二種 第二種 能為他好過祝福 或是祈禱 祝福他 有些人很吃虧 怎麼搞的 他對我不好 我祝福他 那他豈不是越賺越多 但是祝福人 神就歡喜了 只是對朋友好 耶穌說這個不是特別的 你能夠愛受力才是特別的 第三 能舒服地與他在一起 有些人覺得很難 見到他已經作悶了 已經作嘔 已經很難頂他 我們就接受人就是這樣 其實人都有難頂的地方 人家舒服 你說我不舒服 怎麼辦呢 你一邊祈禱神 幫我接受他 接受他的不好的地方 欣賞他 他也有好的地方 當然有好的地方 那麼多人都有的 欣賞了那些 猛龍誇大那些 他也很好 有些好的地方 第四 能感受他的傷和下一樣東西 就是直接從他的角度去想 他受了很多傷痛 所以他現在是傷痛 於是我們就感受他的傷痛 因為人通常是感受誰的傷痛最多 自己人的傷痛 自己人的傷痛都不會想過 感受他的傷痛 接著第五 人欣賞他 他一定會這樣好 一定會這樣好 一定會這樣好 立即欣賞他 第六 能為他開心事而開心 可能他開心 我也開心 這個就是說 搖庶到的程度 是很開心的 很輕鬆的 為甚麼呢 如果我們想到一個人有輕微的負面感覺 我們的心能夠完全的輕鬆 如果有輕微的負面感覺 就不能夠完全的輕鬆的 如果你想輕鬆 你就完全放了一手 大家有沒有試過被人感受的感覺 我心裡感受的 心裡感受的 有 有 阿蘇 求你謝免他 求你謝免他 祝福他 祝福他 但你說完之後 心裡還是感受的 是 感受他的傷痛 其實他受了很多傷痛 我認識他 其實他很慘 一邊想他 其實他都被人罵過很多 他家人都傷他很多 他都是很慘的 忍耐憐他 你這樣開始說 你就會開始好一點 又想到他的好處 也有好處 很多人就不是這樣的 那個傳導人 那個人說了我一句 錯好一點 就生死他了 那傳導人有沒有好東西呢 是很多好東西 看一句 坐好一點 立刻就生死他了 人就是這樣 有時間就一件事 快點拿東西來吧 那他就生死他了 一輩子 他都有很多好東西 他都幫過很多人 我們數一下他的好東西 感謝神 神是歡喜他 感謝神 但我們的心不強 為甚麼呢 他對我不好 我怎樣可以因為他越歡喜呢 但越不歡喜 心就越忍住了 他忍住 能不能夠鬆了 一會鬆了 就是你因為他而開心 你就會鬆了 感謝神 祂存在這個世界上 一起說 想回那些生氣 對你不好的 感謝神 祂存在這個世界上 祂帶給我有祝福 雖然有痛苦 祂仍然對我有祝福 我可以看失祂的傷害 感受祂的痛苦 又想一下 祂都有好的地方 我又欣賞祂 我因為祂而歡喜 祂有好東西 我因為祂而歡喜 阿利路亞 何必因為祂受影響呢 何必因為祂受影響呢 我可以充滿喜樂 整個生命發揮 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 我祈禱就是追求心鬆了 根本我覺得不值得 祂有問題 為何我要上身呢 祂有問題 這句話 希望大家記住 祂有問題 我為何要把這些問題拉上身呢 是祂的問題 明明祂的問題 為何祂的問題變成我的問題呢 祂的問題 不用在我身上 祂的問題 不用在我身上 祂的問題 求神幫祂處理他的問題 求神幫我處理他的問題 我不要把他的問題拉上身了 你想像那些傷害人 又拿著大便 就去找人搏 即是有些人真是這麼嚴重的 有些就不是 有些就收了一點 內衷就彈聲 笑出來 好了 祂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需要不需要放在心上呢 祂經常都是這樣的 祂說話都是這樣的 就由得祂 但祂說了很多 我們就在心裡學習這個高度的修養 祂一路皺麻 感謝耶穌 耶穌是祝福我的 神是祝福我的 遇著心是鬆散的 你猜我有沒有受過傷害 有 我就是在傷害中學習 何必給他影響呢 一會跟我說 何必給他影響呢 何必給他影響呢 其實歡雪是一種很大的恩典 歡雪人對自己很大的祝福 我們一起起床 一起去祷告 在神面前檢討 在神面前檢討 主耶穌教你 感到我們的內心 我們有些什麼人 我們還在生氣的 我們有些什麼人 我們的心不苛的 有些什麼人 我們的心裡 心裡面呢 希望他消失的 心裡面呢 沒有人可以欣賞 沒有人可以歡喜的 求主耶穌來到我們身上 感動我們 讓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害我們 當我們有這些東西在身上的時候 我們就心裡面能夠發揮 也都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 並且可以生血救恩 求主耶穌欣賦 在這個時候 我想請大家想回 一個最影響你的人 想一個先 最影響你的人 你嘗試看出他的困難和傷害 看出他可能有些無知 看出他可能有種價值觀 他覺得罵人是佔上風的 他看出他 他憐恕他 其實他很可憐的 在心裡面 就一直祝福他們 求你幫我 接受他們 都是受傷害的一族 他們就很容易傷害人 求主耶穌私欣賦 幫助我們去祝福他們 也都欣賞他們的 場處和好處 有時我們可能生氣父母 因為父母曾經傷害我們 但父母有很多做在我們身上的好的事 我們就為父母所有好的事 多謝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你有很多對我們做的好的事 我們多謝你 我們多謝你 我們多謝這些人 曾經對我們的好處 就算他們的不好 有些好處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給人得益處 就算被人傷害 都有益處 益處是甚麼呢 是幫我們處理生命 我們多謝神 給我們這些痛苦 不是神給我們 是這個世界上有這些痛苦的經歷 以至我更加欣賞神 去到天堂 再沒有人還我們 再沒有人挖我們 再沒有人生氣我們 我們就感謝神 在神面是最好的 還有有弟兄姊妹 那關係好的時候 我們感謝神 感謝耶穌 你幫助我們 散發出神的言說 你跟我一起去宣告 你打算這個人 你很難接受這個人 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去祝福祂 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祝福祂 我看順祂 我看順祂 大家在想著那個人 其實祂受了很多傷害 祂不懂得處理祂的傷害 祂不懂得用柔和的方法溝通 所以傷害我們 求主赦免祂 求主恩待祂 求主恩待祂 感動祂 讓祢更生改變 又幫我祂真心言說祂 真心祝福祂 真心祝福祂 真心欣賞祂 真心欣賞祂 並且學習能夠跟祂相處 並且學習能夠跟祂相處 一邊相處一邊想祂的好處 一邊想祂的好處 不讓祂的負面笑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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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耶穌基督的名祂 我祝福祂 我祝福祂 是最好的地方 我要幫助祂 我看到祂要笑 令祂開心 我做一些真正祝福祂的事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來奉祝耶穌聖命 真神祝福祂 大家能夠做到嗎 是真心祝福祂 有些真心祝福祂 有些真心祝福祂 有些生日有些人 我們心生會送亂 這樣不想借 我祝福祂 但人心會放鬆 又有欣賞 又有體重 但又有帶根治 他都很混雜的感覺 有時候很難處理 但強調幫我們 在這個混雜的感覺之中 我們依然去祈福他 作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